嗨,大家好,我是杰 現在的職業就是有表演者、舞者、GOGOBOY 跟住持 我記得就是小時候在幼稚園之前還沒上幼稚園的時候 就會發現自己比較容易注意到林家的大哥哥 在晚上的時候就會特別想到他 為什麼會注意到男性呢? 就是不是女生這樣子 小三就有電腦了 所以就是會搜尋很多關於男生喜歡的男生是什麼 才知道這就是男同志這樣子 在國中的時候就跟我媽媽出櫃 那時候是因為我都很晚回家 因為爸媽很常吵架 然後一回到家 我媽就說 怎麼這麼晚回家?你在外面搞同性戀喔 其實我有走尾房間思考了10分鐘 我想說不如就趁這個時刻出櫃吧 然後就走到客廳 然後跟我媽說 對啊,你猜對了這樣 然後我媽就說 這社會是個大人 剛剛你是不是被朋友影響啊 他其實也滿 那時候滿掙扎的啦 就花了很多時間 讀了很多書 才真的知道說同性戀是什麼 後來他就 我們就沒有聯絡了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離婚 然後就很少會看到他 父母離婚嘛 然後他就離開家裡 就長達了差不多到了當兵的時候 才有開始有聯繫 然後直到就是我2020年回來之後 我才又重新再跟他 住在一起啊 開始一起工作這樣子 出櫃之前 其實有想過說 滿痛苦的 因為 會想要自己的家人認同自己嘛 也會擔心說 像有一些故事顯得就是 你被父母知道你是同志之後 他把你趕出家門 而且對於我的個性 我就是一個比較 那時候比較極端 比較衝動 就會想說不然就藉由這樣的事情來 來 證明自己吧 或者是 更認識自己一點 但是出櫃的時候反而 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就是他們用他們 的方式來愛我這樣 BOBOBOY就是 嗯 好難解釋喔 我覺得比較像是 就是一個 一個很氣憤的角色 就是在一個Party裡面 會去 需要去帶領現場氣氛 然後勾引客人 然後誘惑 誘惑一些客人來消費這樣的職業吧 差不多我 嗯 18歲開始學跳舞 然後 20歲的時候剛好有 我朋友已經開始跳了 有一個好朋友 然後就開始介紹我說 欸你也可以試試看 GOGOBOY啊其實 還滿好賺錢的 然後也是一個新的 除了污車以外 嗯 賺錢的方法 因為那時候滿 需要錢的吧 會想要透過 能不能賺錢 來證明自己可不可以養活自己 當然每個圈子都有自己 視力的地方嘛 因為GOGOBOY是一個很挑選外在條件的一個職業 就是你長得好不好看啊 然後 你有沒有身材啊 甚至就是你的表現力在台上怎麼樣 他是會很直接的反饋到客人 客人如果覺得你很無聊 他會在下面說翻你白眼 然後就直接離開這樣子 嗯 所以剛剛踏入 這個GOGOBOY的圈子的時候 就會很努力的去 不斷的社交啊 社交啊 去 嗯 建立那個朋友圈啊 我覺得是一開始是滿辛苦的 因為我是直到2019年才 就是 真的 被注意到 就是在 嗯 杭州 剛好遇到一些事情 就是等於是 杭州的夜店裡面內鬥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台灣人嘛 但是他們眼中就覺得 我是異類嘛 或者會覺得會很排外 所以我那時候就 毅然決然的離職回到台灣 我覺得那時候發生一些事情嘛 所以我去 去一間廟就是求神拜佛 說我到底怎麼啦 然後他就說 你就是冤親在主啊 那你一朵蓮花要十元 那你需要差不多一千朵這樣 那時候我就一直 有個納悶就是 為什麼要花錢 然後 信仰要花錢這樣子 我就問我媽 因為我媽那時候是主持的 她就說那不然你先來 就是我現在帶著道場 你先來道場 聽聽看 看你覺得怎麼樣 學習 佛法 嗯 我覺得認同自己 會滿有幫助的 因為你會透過一些方法 知道說不用向別人證明自己 你很踏實的過好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你就可以知道 你應該要怎麼樣子去 過好自己的人生 當初也是會需要 不懂不懂宗教嘛 所以會需要一個心靈的慰藉 然後到後來越學越多之後 發現自己很想要幫助別人 就是幫助眾生嘛 然後直到當上住職之後 才發現 其實那些 所謂的眾生 就像 一面面鏡子一樣去 反射你自己身上的缺點 其實每個人都在修行 只是他可能沒有意識到 說自己在 觀察自己 觀察這個世界 以前那麼非黑即白或者是 覺得二元定論就是會 很輕易的去批判別人 去定義別人或者是標籤 直到自己長大之後才發現 自己也是這樣的人 就是會很 輕易的會覺得說別人怎麼樣 然後當別人用同樣的方式 對我的時候 我就會很生氣 而且特別容易有情緒出來 特別容易討厭別人 然後開始修行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更多的方法 可以去 覺察到自己的情緒 然後並且把那個情緒 當作是 一個過程 它就會很像 通過你的身體一樣 它就是 你知道這個情緒來了 欸 這個情緒走了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在 給他們建議就是 在不傷害別人的狀態下 勇敢的做自己 當然有時候 你要說跟父母出櫃嗎 這件事情其實 蔡康也有說過就是 如果你沒辦法承受那個後果的話 你就不要去做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 疫情也漸漸變好了 那有很多的資源開始來了 我覺得更多的是 不要去模仿上一代人的做法 像很多人會來問我說 我怎麼樣可以跳舞跟你一樣好 在GOGOBOY上面 我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走出自己的路呢 你要去模仿別人 你今天之所以會比較成功 或者是被別人注意到 就是因為 你融合了自己 比較不一樣的特色在裡面 你才會被看到 所以我一直很想跟大家說 就是 你就 勇敢的去試試看 去嘗試看看 勇敢的去犯錯 去做自己 你就會有很多 不一樣的經驗 你才可以真的 被看到